大家都知道这网购有七天的鉴赏期 那如果不满意七天之内都可以退货 但是如果最后一天鉴赏期是在农历春节的九天假期 可能就会发生联络不上店家 而小宝馆也提醒了 如果最后一天鉴赏期是在春节假期 就可以无条件顺言到第一天的上班日 过年期间超商宅配量暴增至少两倍 但如果网购想退货 碰到店家还在放圈架 恐怕求助无门 过年期间很多人都带在家买网购 但是要注意了 如果你的鉴赏期是落在春节这段期间的话 鉴赏期可以延后到18号礼拜一 换句话说 网购七天鉴赏期 最后一天如果是落在2月9号除夕 到2月17号这九天年假 鉴赏期可以顺延到18号上班日 这七天大家公家机关什么 私人机关都不上班 对啊那你这样的话当然应该是要顺延 所以你觉得这样还蛮好的 不是蛮好的是应该 那店家本来没上班 所以我们当然那工作天要往后延 七天鉴赏期怎么算 夹配业者以电话通知 或获到寄放警卫 消费者可检视商品的时候 就开始算第一天 如果七天期满 最后一天鉴赏期碰到假日 例如圈架就可顺延到上班日 而店家即便你不愿意喝这个 这个部分是杀的 所以消费者确定是 网购七天鉴赏期 遇到假日可顺延 消费者权益春节可不打烊 这是陈俊权的家里台北 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